嗨,大家好,我是马赛黑 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下一个大家不为人知 我们从来也没有对外分享过的一个概念 那也是最近我跟我的财务教练在讨论的时候 才听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关于投资理财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投资理财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教练 或者是自己盲目的摸索投资理财 然后没办法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原来是这样 好,就是呢 我们一直以为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做教育训练的 然后我们一直想要教给大家就是 投资理财的一些好的观念 好的信念 然后告诉大家利用哪些的投资工具 可以帮助你达到你理想的目标 但我们发现呢 社会上大多数的上班族 虽然说都是我们的族群 但每次我们去问大家说要不要来找我们做咨询 要不要找我们的财务教练聊聊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不想要 或者是有点婉拒我们 甚至有直接抗拒我们的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可以理解 因为投资理财毕竟不像是吃饭 或者是睡觉这么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找餐厅吃饭 一定要找东西吃 但你不一定要投资理财 有些人靠的薪水 靠着另一半 靠着家里的关系 其实都可以活得不错 但是呢 投资理财就是大家的一个选项而已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上网做一些学习 我听朋友 或我跟朋友一起讨论就可以了 那今天就要来聊一下 为什么找一个财富教练对你这么重要 有人帮你规划财务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呢 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咨询 我的财务教练 可能已经协助过3000多位的那个学员 那为什么呢 他协助的这些人当中都会收到价值 原来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解决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反而是小事情 因为那是很理性的讨论 但其实有一个更重要更大原因 更根本的原因要去解决的呢 其实是关于关系这一块 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跟父母的关系 你跟另一半的关系 甚至是你跟你的小孩的关系 跟家庭的关系 跟亲友的关系等等的 原来这一块才是真正影响到 大家投资理财成败的因素 而大家所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呢 常常会觉得我上网学习一下 上网看一下人家怎么投资就好 那偏偏如此 大家都不会有一些太多的投资的进展 或者是理财上有达到你的目标 原来是因为 我们并不晓得要去解决的是这些关系 而一个真的好的财务教练 除了陪你讨论你的财务工程以外 还会去协助你 陪伴你去度过这段关系 要怎么演进 怎么跟另一半沟通 怎么跟长辈沟通 进而你可以放手的去做你的理财规划 好那这一块呢 其实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过 但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 关于理财投资上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 真的欢迎你们来跟我们的财务教练 做个预约跟他聊聊看 看他到底能够协助你多少 然后呢是不是真的能够 帮你一对一的打造关于你 真的属于你成功的方式 因为有很多的理财书籍 都是别人成功的方式 未必适合你 只有当我们很认真愿意听你 个人的发展的时候 才是针对你去打造 针对你去设计的 你的理财投资方式 你的人生规划方式 好啦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 那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那先到这边囉 拜拜